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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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地震有周期 人类能学到多少教训 马国锋教授与台湾地震模型团队 搜集1973年至2011年上万笔地震资料 推估未来30年台湾所要面临的强震风险 就以规模大于7的地震而言 发生在东部几率20%最高 但规模超过6.5的地震 发生在北台湾几率直逼三成 南部地区更超过6成 西南部地区因为它的断层比较密集 然后在过去100年的活动度相对比较低 就规模6.7的地震 大概几率是未来30年是62% 地震危害前世图 就是要提醒大家做好振前准备 面对地震没有人能心存幸免 骑士烈炎 曼草荒烟 颓皮矮房 徒留屋顶一抹红 仿佛无声呐喊 这里也曾是许多人的美丽家园 九份二三是九二一的震爆点 那一夜山崩地滑 将近3600万立方公尺的土石坍塌 还形成两座艳色湖 吴一鸣教授的老家 就在震爆点再往东南方的 南投县鱼池乡 如今悠然湖面不时在起涟漪 而眼前大地的宁静 又能维持多久 地震为什么给大家带来 这么大的一个威胁 主要的就是它不可预期 对未知的东西 大家都是比较害怕 战胜恐惧 科技是人类的唯一武器 2010年起 吴一鸣教授领军的研究团队 开始在全台布设地震仪 这一天是他们第611次出任务 位在新竹的交通大学 是理工人才的培育摇篮 但就在一万三千多名师生 脚踩的弟弟 并非想象中如此安定 交大的部分 就是它临近新竹断层跟新竹断层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认为说 在这边设站的话 有很大的必要 我们的仪器它一定要朝北的方向 这样我们才可以知道 有破坏性的震波的方位 是从哪里来的 具有破坏性的震波 就是立抗震灾所要面对的首要敌人 买手桌前的制造身影 仿佛化身地质侦探 钻研破解地震波的犯案手法 吴一鸣教授决定 先从大地的新殿土里 找寻蛛丝马迹 每当大地震动 震源处开始向外传递的弹性波 分为两种 一种是P波 一种是S波 两者细出同门却各有所长 P波传递速度最快 但S波深具破坏力 厘清两者分别 无疑就解开第一道谜团 这个P波里面的确藏了秘密 那我们发现说这个P波里面 如果说它前三秒这个垂直的震动 那超过0.5公分的话 后面来的这个简历波 它都会造成灾害 也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个秘密的话 所以我们就可以结合这种 现代的维基电的感应器 那这个机器就是我们所谓的预警系统 若以积极地震7.6的规模进行模拟 预警系统将可在新竹台南嘉义等地 提供10秒左右的预警时间 距离镇央较远的台北高雄 甚至能争取到20秒 提醒民众采取必要措施 一般民众会提到说 地震预警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够吗 那这几秒钟时间是够的 因为你可以找到一个 在你身边一个安全地方保护自己 那未来如果技术发展到更成熟之后 这方面的预警可以跟瓦斯系统 或者是电梯甚至相关的一些 重要的维生系统结合在一起 减少地震带来的二次灾害 地震预警的研究成果不仅登上国际期刊 甚至外销到美 中 韩 希腊 印尼 印度 墨西哥 菲律宾与纽西兰 地震带的经纬线上 台湾凭借科学实力 找到与世界接轨的新主标 没有惊慌 没有嬉闹 这场地震演练就是要让孩子们从小学习 正视天灾 认真看待 面对自然 谦卑以对 台湾盛处地震火药度高的地震带 所以地震的发生是无可避免的 那我们如何正视它而不是逃避它 既然无可避免 那我们就要思考 如何运用科学知识把它还降低 迎战地底最具毁灭性的力量 唯有用心感受反快脉动 仔细聆听地壳心跳 才能解开强阵威胁下的生存密码 在天体间开启与大自然对话的契机 于动荡里寻得和谐共处的永续之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